来了客观 维克托掐住玛丽的脖子 玛丽不停挣扎 抠住她的眼睛 维克托吃痛 跳入水中 玛丽疯狂向前游去 慌乱中 一只手拍在了她的肩上 原来是那个阻止他们进入沼泽的黄衣男人 黄衣男人将玛丽救回自己的住所 他感慨着密岛沼泽已经关闭了几十年 总有些自以为是的蠢蛋 跑来这里寻求刺激 等他们知道维克托还活着的时候 后悔都来不及 但玛丽哭泣着说出 自己是为了找父亲与哥哥 原来玛丽的母亲已经过世 父亲是名鳄鱼猎人 而父亲和哥哥 发现人际罕至的地方的猎物数量很多 所以才会来到这里 当得知玛丽的全名后 黄衣男一脸不可置信 他立马脸色一变 克制玛丽赶紧离开自己的小屋 看来他认识玛丽的父亲 并不想牵扯到这件事里 黄衣男人用枪口对准玛丽 逼迫他赶紧离开自己的小屋 并提醒到 可以去找足笔巫师 玛丽被赶走后 黄衣男安慰着自己 我不知道他是谁 所以这不算牵扯进去了 黄衣男翻看着 今晚捡到的手提包 从里面取出冒牌导演的摄像机 摄像机还是可以正常使用 里面是导演拍摄的片段 导演缠着许多女孩 脱掉自己的上衣以及浴巾 其中还有已经死去的金发女 和耳环女在互相打趣 突然外面传来异象 黄衣男一脸慌张解释着 自己根本不知道刚才那个女孩是谁 可就在她回头的一瞬间 维克托出现扯出她的肠子 拔合似的将黄衣男拉了回去 然后用肠子将她的头勒断 另一边 回到镇子的玛丽 找到商店 找到了足笔巫师 玛丽告诉足笔 是黄衣男让自己找她的 并复述着当晚发生的一切 所有人都死了 因为黄衣男对自己的态度 玛丽向足笔询问着 有关自己父亲的事情 足笔开始向她讲述 自己所知道的一切 原来 当年维克托的父亲 米迪和妻子 两日安稳地生活在密岛沼泽中 可是某天妻子身患重病 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妻子的护士朋友莲娜 在得知此事后 经常来帮她看病 但妻子已渐渐发现 丈夫米迪和莲娜 变得十分亲密 米迪将自己的情绪 宣泄在莲娜身上 和她偷情了一年 直到妻子死去的那天 她突然起身 向莲娜和她肚子中的孩子 维克托加了诅咒 维克托出生那天 沼泽风云突变 野生动物已莫名死去 就如同一场瘟疫降临 维克托生下来就是畸形 满是肿瘤和怪病 传说 莲娜在看到孩子的第一眼 就死去了 米迪一直藏着并保护着她 在这个沼泽里 默默地生活着 但实际上 她真正想隐藏的是自己的错误 不忠以及诅咒 直到万圣节那晚 三个小孩乘着夜色 来到了维克托的家 下午维克托的鞭炮 点燃了木屋 维克托被自己的父亲 米迪意外砍死 米迪找到这三个肇事的孩子 但他们躲在父母身后 缝人一切 米迪最后抑郁而终 从此 这片沼泽多了一个传说 维克托每天晚上 都会在这里徘徊 寻找自己的父亲 而误入沼泽的猎人以及游客 都被维克托残忍消灭 而玛丽的父亲 就是当年扔炮的三个孩子之一 足比猜测 玛丽之所以会被维克托追杀 是因为她能感知玛丽的身份 巫师称维克托为重复者 因为她的悲剧 使她不得不重复经历恐惧 报复任何踏入沼泽的人 玛丽指责祖比 知道这一切 却仍租借游船 使无辜着受难 但祖比否认这一切 声称自己的船 两个月都安然无事 这只是一次意外 玛丽想起昨晚惨剧 还要求着祖比 晚上带她再去一次 带回自己家人的遗体 看着哭泣的玛丽 祖比思索再三后 答应了她 但自己要召集一支探险队 并要求玛丽 带上自己一个亲人才肯去 祖比将楼上杰克的哥哥 贾斯丁叫了下来 并欺骗她 杰克还没死 回到家的玛丽 找来叔叔鲍伯 没想到鲍伯在得知情况后 果断答应同行 而祖比误事 也利用500美金作为报酬 召开猎手集会 声称只是要取回自己的船 但在听到维克托的名字时 很多人都离开了 只留下了几个人 痴情女是为了趁机 和前男友胡子哥再续前缘 而枪手光头哥 则是被祖比的双倍报酬所打动 迷彩哥不是本地人 他打趣着 每个地方都有传说 这个维克托是不是和杰森一样的魔鬼 最终 祖比告诉大家 找回船是500美金 而维克托的头则是5000 就这样 一个临时组成的复仇捕猎队出发了 船上 祖比误事告诉玛丽 想要消灭她 关键在于要伤害她更深 只要让她重伤拿下她的头 那维克托就会被彻底消灭 傍晚时分 一群人全副武装上岸 玛丽指引一群人直奔维克托的小巫 可这么多人在一起 维克托怎么才能下手呢 祖比误事组织大家分头行动 寻找维克托 日出再会合 可他们不知道 这场狩猎的主角其实是维克托 他们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首先是捕猎鳄鱼的迷彩男和帽子男 正当两人兴高采烈的射击鳄鱼时 四周竟传来诡异的嚎叫 两人瞬间警惕 紧张地观察着草丛 维克托突然冲出 将迷彩男扑倒在地上 帽子男扭头就跑 维克托用短柄斧 一下下垂击着他的头颅 直指嘴巴裂开 维克托跑回船上 可当他终于慌张地将船发动时 维克托出现在身后 帽子男被他拉入水中 维克托利用螺旋桨 终结了他的生命 而此时 胡子男正和痴情女手拉手坐在木桩上 两人回忆着之前在一起时的点滴 情到深处 旧情复燃 痴情女直接吻了上去 两人当即开始补习未完成的生理课 胡子哥向痴情女表达着爱意 我爱死你了 维克托只听到了前半句 我爱死 维克托出来一斧子砍掉胡子哥的头颅 痴情女发觉身后的胡子哥没了动静 向后一看 才发现是维克托 逃跑以来不急 维克托一斧子砍了下去 但力气太大 卡在了他的身体里 半天才拔了出来 另一边 贾茨丁察觉到了不对劲 询问着老板足比 我们带了这么多枪来 到底是要做什么 足比看 事情完不下去了 便告诉他 其实是来终结诅咒的 光头男和叔叔鲍勃 就是那晚扔炮的三个孩子中 剩下的两个 只要把他们带来这里 维克托将两人杀死后 便会平息怒火 这样足比就能继续利用沼泽地赚钱 也就是说 这其实是特殊意义的谋杀 在玛丽的带领下 他们终于找到那个屋子 但玛丽却发现 父亲和兄弟两人的尸体 已经消失不见了 玛丽怀疑 他们被维克托 拖进了另一个屋子 便在这里四处寻找 但明显此处不宜久留 果然 维克托的嚎叫从屋外传来 大家紧张地抓紧封锁屋子 而鲍勃也逐渐意识到 足比把大家带来这里的真实目的 贾斯丁害怕极了 他表示 自己只想找到弟弟杰克 然后回去 而他也终于从玛丽的口中得知 自己的孪生弟弟杰克 再也回不去了 原来老板足比一直在瞒着自己 屋子暂时进不去 维克托便找上了 留守原地的威依娜和闷生男两人 这听见草丛里 似乎鸣拉响了电锯 一点寒帮出现 正是沼泽电锯杀人狂维克托 一句双雕 一分为二 两人同时被截骨了生命 贾斯丁听着可怕的电锯声 不自觉地被吓尿 躲在角落瑟瑟发抖 足比拎起一脚告诉他 保持镇定 只要当年的三人死了 维克托的怒火自会被浇灭 我们就能安然离开 玛丽抢过贾斯丁手里的枪 叔叔抱抱嘱咐贾斯丁 带着他躲起来 两人躲在一个枯草丛生的屋子里 贾斯丁将足比的真实目的透露给他 得知真相的玛丽冲出去 想救自己的叔叔 屋内只剩下贾斯丁一人 他悄悄地躲入衣柜里 但一只蜘蛛掉在身上 打开手电筒 维克托可恶的脸出现在眼前 维克托一幅子甩了过去 然后发动机器 截火了他 听到求救生的爆破 想要进屋救人 维克托突然破门而出 玛丽的手上的枪 关键时刻卡壳 他只好砸了过去 却被维克托甩在一边 光头哥开枪打中了维克托 可他好发无伤 维克托和光头哥扭打在一起 玛丽醒来 想将一旁倒地的鲍伯叔叔扶起 却被足笔强行拉走 足笔将门上锁 任凭鲍伯如何求救也不理睬 此时 光头哥已被维克托 按在桌子边 一脚踹过去 只留下半个脑袋在桌上 维克托气喘吁吁 慢慢接近 鲍伯知道自己已无路可逃 转身和维克托打在一起 只见小屋内鲜血四溅 至此 当年的三个孩子全部葬身 足笔看着这一切 开心地呐喊着 鬼魂的诅咒结束了 这片沼泽将归我所有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报告根本不是玛丽的亲叔叔 只是玛丽父亲的好朋友 玛丽的亲叔叔 在他十二岁时就死于血癌 也就是说 诅咒可能永远都不会结束了 维克托走出木屋 短饼斧一下下的挥动 足笔巫师也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玛丽趁机冲了过去 将短饼斧按在维克托的头上 然后取下 一下下的挥击着 将维克托的头颅砸成肉泥 但维克托的手指似乎又动了一下 愤怒的玛丽又抄起猎枪 抄他扣动扳机 按足笔巫师所说 只要足够深的伤害 便能终结维克托 那维克托到底是不是真的死去了呢 他和玛丽还会有什么样的纠缠呢 我们下一集见 作为亚当·格林自编自导短冰斧系列电影的第二集 本集在血腥程度上比第一集更深 原片可以算是血浆不要钱 即使像这样的杀人魔套路影迁 观众们对于故事的要求并不高 本集也算是将剧情再度深化 将维克托家庭以及玛丽的家庭纠缠在一起 而在本集中 我们也能看到很多导演致敬传统杀人魔影片的情节 比如电剧以及通过剧中人的身份来吐槽维克托 和13号星期五中杰森的相似度 值得一提的是 饰演维克托的演员凯恩·霍德尔 可以算是杀人魔演员的专业户了 在13号星期五期《心血》 杰森下地狱《星际公敌》中 我们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你们觉得 这个系列和13号星期五系列相比 哪个更好看呢 欢迎在评论剧和小情讨论 另外饰演玛丽的演员丹尼尔·哈里斯 正是月光光《心慌慌》第四集中 小杰森的扮演者 大家认出来了吗 好了 小情分享是要打烊了 如果喜欢小情制作的影片 记得帮小情点个赞 拜托拜托 你们的鼓励是小情坚持不惜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了 爱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